春天开始赏花了 壮观花海超迷人 粉嫩樱花盛开 一片粉色超梦幻 民众抢拍 还有白色梅花仿佛雪景 出门踏青赏花 可是梅花 桃花 樱花 乍看之下真的很像 到底怎么分辨 我真的真的不太会分辨 樱花是因为现在是樱花季 所以稍微知道它长什么样 花棒的形状 看它看起来比较漂亮 它比较多 因为梅花 不可能就整个树干好 都有长满花 梅花 桃花 樱花 绝美盛开 要分辨其实有关键两招 让你一眼辨别 第一招可以看花瓣形状 梅花是圆形的 而桃花的花瓣尾部比较尖 樱花则是有凹状缺口 第二招可以看花梗长短 梅花没有花梗 一节枝干只开一朵 桃花花梗短短的 会有两朵花对称开 樱花则是花梗比较长 一节枝干上 有多朵花一起盛开 樱花的二桶会比较深 那梅花跟桃花的二桶会比较浅 它会比较是 比较像浅杯状的这样子 樱花这一类的 有许多品种 它也是没有缺颗的 梅花桃花樱花盛开 看关键两个部位 花瓣形状 花梗长短 立刻辨别 让你赏花时不再不沙沙 记得综合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 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